夏天穿无袖的衣服 你敢不刮夜毛出门吗 看到不刮夜毛的女生 你觉得她自信还是邋遢呢 凭什么男生可以不刮夜毛体毛 女生就要花钱花时间刮夜毛脱毛呢 嗨 感恩 请小芬安妮 因为前段时间养了嘛 一直没有恢复好 所以就停靠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可以听到我这个声音还是嗡的 那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前两天我在华盛顿邮报 看到了一篇文章 Army hair is back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Army hair就是指我们的夜毛 其实也可以叫做Underarm hair 那网上一直都有声音 号召女性要夜毛自由 认为不乖夜毛的女生 表达了一种自信自由自主的态度 那我要先声明一下 我不会judge这么做的女生 但我自己其实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夜下朗帚黑呢 嗯 不好看 还有一点脏脏的 第一个因为露夜毛出圈的大明星 是1999年出现在电影 诺丁山首映室上的 朱利亚罗伯茨 当时媒体啊 对朱利亚罗伯茨夜毛的关注 甚至盖过了这部电影本身 那在这里我们说盖过可以用一个词 Trump The debate about her army hair Trump and the nose about the movie Trump呢就是指光芒或者是声势 盖过了其他 那这里用Trump呢非常的生动 因为这个词还有打牌的时候出王炸 炸死别人的意思 当时朱利亚罗伯茨的这座夜毛呢 也给当时的女权主义者打了一记强心针 认为这是一种女性独立自信的宣言 最近的一次名人不乖夜毛呢 是出现在大众的眼中呢 是电视剧王冠中戴安娜王妃的扮演者艾玛克林 她在Vogue2022年8月看杂志封面照中呢 就露出了自己的夜毛 除了以上两位啊 还有不少女明星大方的露出过自己的Armped hair 不刮夜毛呢 一直被女权者当成一种不取悦男性的 独立自由的标志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 那个时候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游行 Discarded or Ditched 自己的胸衣啦 膝膏跟鞋啦 剃毛刀啊 这些让女性变美的东西 用来挑战这类束缚性的审美标准 Discard和Ditched呢 专门只扔掉自己再也不会用到的 对自己再也没有用的东西 不过现在的女性呢 或者女权主义者 不关夜帽的目的和70年代呢 不太一样了 70年代呢 是拒绝花时间和精力 在一切化妆打扮上 而现在不关夜帽的女性呢 是该美美 该涂口红涂口红 夜帽留着呢 是为了表达一种态度 甚至还有人把夜帽当成和头发一样的装饰品 抗染性简粹 什么意思呢 就是70年代的女权者认为 女性化妆打扮 就是为了取悦男性 所以要丢弃这一切的糟粕 而现在的女权者认为 完全丢弃化妆变美啊 其实是另一种对男性眼光的在乎 其实我们化不化妆 变不变美 刮不刮夜帽 都是为了自己 真正不在意男性眼光的独立女性 应该是想化就化 想美就美 想瓜就瓜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喜欢 和男人无关 这种态度呢 在英文里叫做 A Feminist Fuck You 这种态度呢 其实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重点 现在很多群体啊 因为一些共同的喜好聚集在一起 初衷都是好的 但是随着群体特性越来越明显 就会给自己打上越来越重的标签 制定越来越严格的规则 然后逐渐走向极端和扭曲 比如什么粉圈啊 比如Black Life Matter 比如跨性别群体 比如女权男权 那今天的话题呢 是由女性刮夜帽引起的 那我就以女权为例 来说一说哈 所谓的女权啊 争取的其实是和男性平等的权利 比如平等的接受教育 平等的职场竞争 并不是单纯的什么都要和男性一样 甚至是要反过来打压男性 那好多女生理解成了 后者就逐渐陷入了 夜男的仇恨里 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Counterproductive 事与愿违 比如去刮夜帽这事儿 有的女生就会想啊 为什么男人可以不刮夜帽 女生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去刮夜帽 所以我们女生呢 也要可以不刮夜帽的权利 不仅自己不刮 还不准别人刮 你刮了 就说你不是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 你就是活在男人为完美女人制定的标准里的 美男奴 但就我而言啊 我就是觉得不刮夜帽 新鲜的连衣裙配上黑漆漆的夜帽 很丑啊 夜下白白晶晶的 让我自我感觉很自洽 难道就因为很多男生 也觉得女生刮夜帽好看 那我为了对抗男的来显示我的女权 我就要留夜帽 我们要的呢 不是和男人一样拉他的权利 我们要的是选择权 我觉得刮夜帽让我自信 我很喜欢 那我就留 我觉得刮夜帽又脏又丑 那我就不留 为了对抗男人而刮夜帽 不恰好说明你在乎男人吗 在乎你就输了 不在乎才是真正的独立和自信 当年POPPY将因为孩子跟老公信 引来了网上一些极端女权的谩骂 说她是伪女权 说她独立女性的人设是假的 说她给女人丢脸 我真的相当不理解 这孩子就一个 不是跟爹性就是跟妈性 你总得跟一个吧 POPPY倡导的女权呢 是平等的人格 平等的机会 是高级的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 而有的人呢 像旧社会国家老太一样 在那咬着人家子孙后代 跟谁姓的事儿BB 属实是还没有多脱离地级趣味 现在一些打着女权旗好的电影电视剧呢 让我看的也是忍不住想念 比如长远的烂片绝望主夫 这类电影啊 体现的所谓尊重女性 就是女的可以三夫四妾 女的可以家暴丈夫 女的可以在旁边磕瓜子砍大衫 男的就要做饭洗碗照顾孩子 女的可以粗糙凶悍 男的就要扭捏造作熟读难得 这跟我们现在反对的男权有什么区别 本质仍然是不平等 这才是真正的伪女权 或者一种很不要脸的赚钱方式吧 还有的女生说 凭什么给男人生孩子 谁告诉你生孩子就是给男人生的 你想生就找个也想要孩子的男的生 或者推动一下单身女性试管婴儿合法化 你不想生就找个也不想要孩子的男的丁克 或者不找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 觉得生孩子是为了男而不生的 不生孩子其实也是为了男人嘛 维护女性权益不是要反过来打压男性 而是不再以男性为中心 大家是平等的 最后呢我想说 我发现现在很多男生也开始 刮夜毛了 我觉得很干净 很好看 很卫生 很性感 但坚持不刮夜毛的 爷们们 也不用在意我的看法 你自己喜欢 自己自洽 最重要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祝大家新年快乐 See you next time 说明下来 是吧 他叫什么 毕竟 是你 还在你的 是你 在你 谢谢大家